喂 啊這怎麼回事 你們是都串通好了嗎 搭火車沒有便當吃旅路會變得很漫長 哈囉我是皮皮組 今天是小年夜 準備搭車回家找媽媽領紅包 我真的沒騙你啦 我到這年紀我媽每年都會給我紅包欸 那不重要 上車之前我們趕快排隊買個便當 我前面還排了十多個人 希望輪到我的時候還有我喜歡的口味 喔 很幸運 多數人買的都是雞腿還有排骨 我要的那個口味沒什麼人選 能猜到我選的這是什麼口味嗎 上車再公布 齁齁 不過去買了個飲料 回來便當都被掃空了 這是最新款的自強號EMU3000 十二節車廂中還包含了一節商務艙 我們有沒有機會在商務艙吃便當呢 那得看我媽媽紅包包多少 座位的前後距離夠寬敞 放行李的位置比較少 早一點上車才有位置放 隨著列車啟動 我們也來準備吃便當 公布答案 我買的是梅乾扣肉 我只好就是要選他的人會很少 喔 列車搖晃得很厲害 除了梅乾扣肉煮菜之外 還有另外四種配菜 香腸啦 菠菜 甜不辣 炒滑蛋 這邊我就想要問你們一下 你們對梅乾扣肉這道菜 最大的印象是什麼 例如說 它是一道無敵下飯菜 或者說這道菜非常的油膩 這問題我問過周邊的人喔 他們會覺得梅乾扣肉 是一道非常油膩的菜 不然就是說 梅乾菜太鹹了 然後網路上的梅乾菜食譜 他們的標題都會打 什麼低油低鹽 不肥不膩 或者叫你不要用五花肉下去做 然後咧 這樣做出來還叫正宗嗎 會好吃嗎 就拿我們今天吃的這盒便當來說 第一 五花肉它夠肥 再來梅乾菜也夠鹹 所以米飯鋪的也夠多 你一砍砍你一砍砍 我非常的珍惜我還能吃肥肉的時光 再過幾年年紀大了 肥肉就得少吃 哎呀還漏了一塊 喝一點乳酸菌飲料 躺著睡一下回家領紅包